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选择回到小城市 前阵子流行一句话 大城市容不下肉体 小城市装不了灵魂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在广州买得起房子 嗨 买不起就租呗 租房子不也挺好的 但如果一直买不起房 却没有归属感 那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 当他提到归属感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 对一个城市归属感的建立 是来源于买房 但是现在大城市的房价 已经让大部分人往而去不了 再过没几天 他就辞职了 真决定回去啦 嗯 决定好了 要不 再拼多几年 唉 拼不起啦 趁现在还有的选 再过几年 回去也不知道干嘛了 听得出 他口中的还有的选 多少有点不甘心 因为拼 是有成本的 每天挤着透不过去的地铁 做着温饱谋生的工作 看着体检报告上 一年不如一年的身体 在还有的选的时候 回小城市 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再过阵子刷到他朋友圈 看到他用这几年的积蓄 再加上点父母的帮助 在老家买了个不大不小的房 我看你房子都卖好了 搞得我也想回小城市了 嗨 这种一眼就能忘到头的选择 不适合你的 也还是适合留在大城市 你说我们留在广州 对还是错 每周工作朝九晚五 跟他们有什么区别 其实留下来和回去 比你什么都不错 只是说 这里有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也就是说 如果房子带来的归属感和简单安慰 对你来说 是你想要的 那回去 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如果 对于你来说 成长是更重要的追求 就算几个地铁 住在城中村 望着自己一年比一年的进步 也会觉得 留下来是有意义的 我不要再失败 孤独中的街 抖音 抖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